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试驾体验是 一系奔腾T77的Pro版 2019年正式上市开卖以来 奔腾T77一直有着不错的这个表现 我们现在也推出了这款Pro版 应该就是一个小的改款 或者叫中期改款吧 从外观上看 主要的变化就是这个隔山的下眼 还有这块银边上变成这个镀铬的 以及这个银色装饰的这个设计 其他没有明显的变化 那侧面就不用说了 尾部也只是在这个扩散器 最下眼加了银色的这个装饰 T77是奔腾最新设计里的这个开山之作 现在大家看奔腾的这个T55 T33 T99都是在这个设计风格下的车型 都是比T7要晚更新出来的车型 我觉得到这一代奔腾是真正的 有了自己的非常显著的设计特色了 就是这种满天星的盾行的隔山 标识感很强 不像像之前的奔腾 不管是第一代的奔腾 还是后续中期的那个奔腾B70 都是我觉得没有特别显眼的这个特色 那么现在大家一看到这个 不用看车标 可能就能认出这是奔腾的车型 那么带大家看看尾部啊 这能提起尾部的设计也是用了几年前开始比较流情的这种设计啊 就是这种悬浮式的车顶 这个C柱地柱都是这个不同色的黑色的 然后尾部也比较有层次感啊 但尾部的特征远没有这个车头的来的那么显著啊 可能就是这个突出的这个尾灯这个坡度感还是比较明显 这就是刚才说的增加的这个比刚出来时候的车型增加的这个镀隔的这个格山 我觉得还是比较标志的一个城市SUV的造型 而且现在把这个后尾都学到用字体来代替logo 比较细心的就是在一些位置加了一些小细节提示你开后部箱在这 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慢的我们自主品牌的车 一汽自主品牌的车也做的越来越精细了啊 后备箱大家看啊也就400多升 我觉得满足日常家庭使用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一款标准轴距的紧凑及SUV 10万价位的这个SUV的后备箱 我觉得基本都是这样 地摊也不算太高 非常平整 底下还有暗格 完全满足日常使用 外观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全新设计的这个19寸的这个圈啊 这个圈非常好看 但同时我就有一点就是说 其他奔腾在这些细节上有些地方做的不够 考虑消费者感受的啊 玲珑的轮胎 虽然我们国产的轮胎 在开起来和感受上没有明显的区别 但是大家要看看同价位净品用的轮胎都是什么 你换一个合资品牌的这个轮胎 我觉得可能给消费者心里都要感受好一些 进到车内这个pro版的这个变化 其实在设计上没有大的变化 主要是在材质和这个用料上的变化 还有就是这个做工上 我觉得有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 可能全车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这个座椅啊 头枕和座椅是这个原来是一体式的 那么现在做成分离式了 可能能让你更好的这个去调节这个座椅 对头部的这个支撑啊 其他就没有明显的变化了 那之前其实我觉得这个奔腾的这个 两年前开始用的这个大连屏也算非常潮流啊 现在看起来依然这个符合当下主流的这个视觉 感知中间的这个隔断认为明显的一点啊 要说问题就是这个UI设计的没有那么好看 显示的区域稍微小了一点 再有就是它优化了这个一些按钮的这个设计 别的整体的没有巨大的这个变化 按钮TTC最有意思的一直就是这个 虚拟人像的这个显示的这个小东西啊 有三种形象可以设计 还有可以靠这个积分来解锁更多的皮肤 我觉得还是挺符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喜好的啊 今天我们显示了一个小白的机器人啊 昨天显示的是一个这个二次元的这个女生的形象 一个偶像形象啊 它会在转向啊 会在这个有导航的时候提示你 但是我觉得这个稍嫌有些分散你的注意力 我觉得不如把这个配置变成一个HUD投屏 来的更实用一些 然后空间上按我的身高 还有将近这个一拳的这个余量啊 在做舒适的这个环境下 我们讲以前挺好一点 将近一拳的这个余量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后排的这个空间啊 我看后排的投入空间 这是我自己做舒适的情况 后排将近一拳的余量 有空间要一拳多一点点的这个空间 所以整体空间上 我觉得在这个级别上还是可以的 然后基本完全平的这个地台啊 提高了这个舒适性 而且据说新的TC Pro版 在座椅内的这个填充物上也有这个更换 整体支撑感很强 但是我觉得按我个人的习惯 稍微有一点点硬 这个支撑感很好 但是有一点点硬 然后座椅的角度 我觉得被支撑也稍微大家可以看 我觉得其实后排座椅可以完全上翘一点 当然如果你们全车不是这样升高的人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开起来一下给大家体验 因为说在行驶感受上 驾驶品质上 全新的TC Pro版也有明显的这个提升 新的这个Pro版说是加入这个防反光的这个屏幕设置上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在这个强阳光下 其实看的还是不是很清楚 尤其这个接近阳光这一次的竹架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改进啊 今年6月份这个Pro版推出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提及经过19年上市以后 一段这个高光时间以后 销量趋于平淡了 所以奔腾出一款这个全新调整过 增强过或者是说配置提升的Pro版 来提振这个销量啊 但是目前还是这个基本只有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可能是 一个这个被低估的一个车型啊 除了刚才说开起来这个反光比较严重 剩下的我觉得还是整体非常出色的一款车啊 动力反应也比较迅速 就是这个声音稍微有点点的大 大家看这个提速的这个感觉 包括车辆的底盘悬挂的这个调效 我觉得还真是有一定功力啊 因为其实奔腾也好 一气也好 这几年在自主品牌上 在自己的研发能力上都是下工非常深的 我印象TGC19年刚刚上的时候 还到公司 各个公司来给媒体做宣导 设计师也好 公司要完全是我们中国人主导研发的这个车型 包括现在的全新的这个B70 能有这个五六千台的这个销量 也能看出大家对奔腾品牌的这个认可啊 但是我觉得TGC是一款被低估了的车型 那么其实从配置上来讲 out hold 自动泊车 电线提醒 我觉得一应俱全啊 电子手刹 我其实从功能配置上 还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有些细节其实 就是像这个屏幕反光比较严重一样 有些细节做的不够出色啊 比如说除了这个杯架以外 前面这个主格和手机都很费劲 现在我想基本没有谁需要这个车内的这个烟灰杆啊 然后这个12伏的电源 你不如直接提供给我一个USB的接口 虽然TGC20增加了一些这个电源接口 但我觉得其实你应该在束手可及的 或者说我不用打开的这个手套箱里头 多提供一些这样的这个配置啊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细节上的体现啊 你就这个转向的声音 包括一些手感 还有这个触感 这个提示音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可以有提升的 最明显其实就是这个 这非常吸引驾驶员的注意力 它老在那变 尤其有导航的情况下 它那个会提前提醒你转向 它是有个箭头的指向 然后这又有一个流媒体的后视镜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切换 大家看这是它这个主界面 就是歌单的这个界面 为什么说有些细节做的不好呢 让人感觉就是没那么用 档子 虽然功能都有啊 大家看这个页面 我觉得没有任何设计感 就是把所有的歌都给你对在这儿 没有主次 对吧 你如果设计这一个大一点呢 是大家听得比较多的 那后面是一些其他的 所以包括看这个后面这些都是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有些细节再注意到了 然后再有些进一步的调整 我觉得其实以这个车本身的这个实力还是可以的 就是从它车辆本身性能啊 这个驾驶品质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款这个1.5T配7速双离合的这个动力系统 我觉得还是挺出色的 你不会感到任何的这个动力不足 大家也看了刚才这个提速的表现 我觉得只要你敢踩 还是能给你非常好的这个响应的 看起来整车 我觉得我真觉得奔腾的实力是有明显提升的 169匹258的这个牛米的输出 我觉得一场使用偶尔深采一下 对于城市代步绰绰有余啊 嗯 其实大家也看这个音响的这些设计上 我觉得整体做工各方面真的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现在销量这个表现可能更多的需要去 有更多的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觉得更多的因素 这个还一个就是可能没有达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预期 因为现在不管是长安 长城 奇瑞 吉利 在这个价位上 奔腾第一机pro版10.58到13.88的这个售价 你看10.58只是一个手动版的车型 这个售价比起这个几个刚才我们提到的竞品车型啊 包括奇瑞的这个车型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优势 而在品牌上和这个宣传力度上 我觉得奔腾也存在这个缺憾 所以可能让大家买车的时候第一时间想不起来 我要去选一款奔腾的车型 那么不管是T77T5 我还是T99 那么SOA的销量都远不如这个轿车 那么其实大家看 在其他自主品牌里头 10万这个价位上都是SOA车型要卖的 比轿车要好得多 那么不管是长安 奇瑞 吉利 长城 所以我觉得T77这次的这个pro版的改版 增加了这些配置 虽然我觉得改进的这些座椅 包括质感品质上的这个提升 相比之前的车型都是不错的 但是比起同级的竞争对手 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消费者还没有足够的这个认知 一圈试驾感受下来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在驾驶过程中跟大家说 我觉得这是一款被低估的车型 开起来整体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的销量不好 我觉得很多的原因其实有时候不是车辆本身了 10.58万起才是一个手动挡车型 我觉得如果奔腾能把这款车型的揍挡车型 搁到10.58甚至9.88万元 我觉得对于买它的很多消费者可能就会去考量 而且销量上就会有提升 远比你在店里店头去降价来的要给了 因为你上市时候大家会直接去看你的这个价格区间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奔腾 我觉得现在可能定位还不是足够的清晰 像之前我们跟杰达在聊 杰达对于自己的品牌定位和消费者的定位是小城大叔 那么其实我觉得在北上广以及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其实从我们平常出差来看都很难见到奔腾 除了去长春见到很多 那如果你定位是年轻人 做一些这些东西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二次元的这个显示 可能会吸引年轻人 但也许你买车的用户针对用户不是真正的年轻人 可能就是像吉他说的小城大叔一些更考虑品质 更考虑实用性的这群消费群体 所以我觉得减掉一些滑而不实的配置 增加一些更实用的配置 或者说我把价格控制的更好 那么也许我们这款驾驶感受非常不错的TCC 就会有更好的表现 关注迷车 关注张叔 给你带来更多的新车体验